哈喽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到我们店这里来了啊 因为搞装修有五六天了 我都还没过来看过 一直都是老苗在帮忙弄这些东西啊 你说里面把房间都搁好了 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你不把脖子放出来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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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你从哪里要做 这边要出来 这个是 这个是形象团画机 这个是 这个是桌子间 这我们隔了一个双方间 这个 这个 然后在里面穿三 这个导致不在这里 旁边是这三间 这个 这个房间是 套房 这一定套房 一边吃的时候一边淋雨的 还不洗澡啊 嗯 这个是淋雨的 可以吗 这里面一共弄完四个房间啊 然后还加了一个调配间 调配什么 就是 他们有的要 这样的 面部啊 面部啊 然后就是 缓要纺碎的一流 就叫调配 这个 慢慢的 这个 加入这个 这个 这个房子 我们出来 将近一块 一个月了 之前就是因为装修的 呃 设计 一直没有弄好 然后拖到现在 正在做不懂啊 差不多大概一个月就可以营业了 这个时间就只要辛苦你了 不辛苦 加蒸汤好 太甜了 如果没的话我们这个做的蒸汁 它要超多大姐 超多大姐 我们整个都做个宝贝面 还有都是全个宝贝 所以都没得鲜 或者什么都没得鲜 这个是啥呀 蒸汁蒸汁的鲜 开口没得鲜 对 咱俩都见识一下 我们这个就相当于重新修了一个房子一样 做的时候是空的 然后做了几个房间 然后还有弄一些水电 还有料酒 谢谢啊 然后我们蒸个浓了 把这个纸搞定 我都敲掉了 然后把这个纸搞定 这个装修真的是很不丁动 我们刚开始把这个房子铺好 我们预算是在五六万之内把这个搞定 然后经过老苗这样一算 可能操了一大半 让它装成的火又去了 好了 这件事情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我特别期待 我们这个老婆刚才好吃 好